嗨 我是海妈 很高兴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从小作为不太好的一个人 但我喜欢写作 我认为写作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像儿童绘画一样是一个自我的表达 它会让人产生满足感和愉悦 它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是为了分享 是为了取悦自己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本书实际上 它严格意义上的说 不是一本就是纯干货的书 它可能说是这么多年来 喜欢植物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 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精神力量 例如说一个春天来临 它不会是从零度的气温直线飙到25度 它一定是有零下5度 零度零上 然后又掉到零下怎么样 但是它的趋势永远是 春天的脚步永远是挡不住的 就是它在波动之中往前行 人生也是如此 所以当历经挫折的时候 我常常会想到这些植物 手给人带来的力量和感动 那我觉得要有一本书把这些力量和感动给分享出来 但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资格的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强悍的写作能力 但是我能够精准地精确地记录我与植物的故事 我觉得希望看到的时候就是说它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人生 或者真实的关于花的人生 我的妈妈她从家乡就是卖掉了她的所有东西 卷的棉被就上成都来了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几年时间 常常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我妈妈总是说 那个是捡了好大的条 她认为所有的事根本就不是一个事 只要人还在信心还在 就是说人的话就像要像一棵树一样的 历经很多的冬季和风雨 甚至台风才能够真真正正地体会到什么调度成长 这是我对这件事情一个自朴的老太太的理解 我妈妈生育了三个孩子 她说的尖挑被磨 两边担子里面都是粪桶 我在她的背上 就像我的妈妈带我一样 那我在带我的海地的时候 带我的小女儿也是这样的 我在哪里 她们在哪里 我在挖土 她们就在软泥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叫我理想的人生 对孩子来说 她只要喊一声妈妈 妈妈就能回应她 就是最好的了 就是像海地和努努 这么多年也带给我无穷的创意和灵感 包括到说海地画了这个花园的手稿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花园造出来 我们的图书馆海马是海地画的 就是说我们也要像孩子一样学习 去尊重他们的想法 并且相信他们 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主张 我和海地爸 我们一起创业也是有很多年的时间 从微小到慢慢变好 变大 还要历经挫折 所谓爱情 不是说在一个人身上能够索取多少 在于你是否是一直在她的身边 无论她怎样 你是否有陪伴着她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也没有像惯常的 或者大家想象的 两口子之间有吵不完的架 或者有不同的争执 因为其实真的围绕着一个爱来做事情的话 就没有那么艰难 要么她让着我 要么我让着她 但凡有事情 他们就会无条件的相信并支持我 好多事情我都不愿意做 在工地上暴晒 守着监工 就是很繁琐的工作 海地爸道去做这些事情 我问她为什么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情 她说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直到现在真的这句话 还是让我常怀感恩 因为我觉得爱好植物是我的爱好 而不是她的爱好 对吧 我也常常觉得生活得特别浪漫 就是说我们的基地 我在这一头 她在那一头 我们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之下 突然在有一个终点偶遇 那时候四周的鲜花都开得正好 阳光也照到我们身上 她会自然而然地牵着我的手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么十几年的光阴 所有的负面的东西 挣扎痛苦 我跟她在花田里面 偶遇的那么一瞬间相视一笑的时候 就会觉得全部都湿染了 就觉得是值得 这本书的话 其实想带给大家一些精神上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人就应该像植物一样 在寒风凛冽的时候 在遇到匿迹的时候 去折服 去缩回来自己 去把所有的能量 积蓄在一起 去深深地扎根去学习 那当我们遇到机会 比如说春日明媚的阳光 春天沙沙的小雨 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力地向着太阳 向着更好的生活而生长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表达的 也是我想要去学习的 那我也觉得说 看了这本书的炉子 我觉得可以尝试去种一颗蔬菜 或者说是种一颗玫瑰花也好 看着它慢慢慢慢地泡土而出 发芽生长的过程 你就会得到很大的收获 跟我的一样的 就会觉得人生的趣味很饱满 好了 关在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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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